老妈种的老南瓜 今天用它来给老婆做一道美颜养食 今天这个南瓜太大了 我们切一小部分来就够了 先把它的老皮削掉 削好皮把它切片 南瓜狼还没有去掉 放入碟中把它铺平 锅中烧开水把南瓜放进去 盖上锅盖蒸熟 准备几块姜片 好了应该差不多了 一个筷子擦一下 关火把它倒入大碗 用擀面杖把它压碎 搅拌后加入适量的糯米粉 把它油成光滑的粉团 把它油成这样就可以了 我们现在抓一点出来 搓成小丸子 搓成这样就可以了 锅中烧开水把做好的丸子放进去 煮至浮起 用勺子轻轻推一下不要用它粘底了 好了已经全部浮起来了 把它捞出来 把它放到凉水中防止粘连 锅中加适量的清水 加入姜片 红糖 再来点红角和枸杞 盖上锅盖 把红糖熬化 好熬了差不多了 现在倒用我们煮好的丸子 用它煮五分钟左右就可以了 那时间差不多 已经煮至浓稠了 关火出锅 这道南瓜糖水丸子就做好了 喜欢的朋友试一下 这个南瓜丸子汤 武器一选 女人常吃每个月那几天 也可以舒舒服服的哦 一次 2 3 rest ется 我们 60